台东县消防局从2018年元旦开始提供燃气热水器更换及迁移的补助 只要民众申请并且经过消防局认定是具有易氧化碳中毒疑虑的场所 就可以获得最高3000元的补助 让民众们要尽快脱离易氧化碳中毒的威胁 天气越来越冷了 回到家后洗个热水澡 对许多人而言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 但家中的热水器安全吗 尤其是利用瓦斯加热的燃气热水器 使用不当导致易氧化碳中毒的事件 也是实有所闻 为了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台东县消防局针对民众家中 燃气热水器有易氧化碳中毒疑虑的住户 提供最高3000元的更换与迁移费用的补助 我们冬季那是易氧化碳中毒的高危险的一个季节 那本局在历年都有所谓的燃气热水器的补助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今年度的明儿总共有14户 只要家中热水器安装 它是属于所谓的易氧化碳中毒的前室区域 就比方说它是户外型的 你装置在室内 或者是因为阳台加盖 导致我们的阳台变成室内空间 这样都符合我们可以申请补助的一个对象 在台东职业多年的水电师傅也说 现在台东使用电热水器的民众越来越多了 如果以目前来讲 因为几乎三台热水器里面有两台电的 一台瓦斯的 如果说20年前的话 应该是十台瓦斯热水器一台电的 瓦斯的因为它比较便宜的跟贵的 像目前市面上什么数位的 那都已经几乎超过一万块了 而且还要加什么排烟管一些施工 这样的话都已经超过一万块以上 如果便宜的话四五千就有了 所以价差很大 但是电热水器它价差没有这么大 它价差就是说厂台价差而已 不然就是信用 这个技术的师傅做的有没有信用 有没有照规定安装 如果没有照规定安装 当然它为了抢生意 它价钱比较便宜 民众也表示 使用电热水器比较方便 也相对安全 瓦斯时常要换 用电的话可能比较省麻烦 因为现在人体力越来 年纪大体力的 换这个又要抬到二楼三楼 这个实在对我们很吃力 才换电的 那安全的部分 你那时候有考虑进去吗 安全一定电比瓦斯安全 不必考虑到什么一氧化 那种什么 台东县内的乡亲们 只要觉得家中的燃气热水器 装置的地方通风不凉 或者放置室内安全上设计不佳